请问一下俊宏 那要不要转带这件事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 去打这个算盘 就是什么情况转带划算 什么情况转带不划算 了解 基本上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公股行户降了两码 但是只有半年吗 因为只有半年 所以说以公股行户 降两码这个部分的话 我其实是会直接告诉消费者说 你不要打转带这个主意 就不要因为他多降一码 完全不要想这件事情 为什么 我就举一个实际的数字给大家看 基本上我们刚刚有看这个表上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每一千万的案件的话 我一个月省了两千多块的 房贷的利息 但是你一千万的案件 如果以这一次的状况 他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那你从你送银行 送案件进去银行 这边银行估价 可能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实际上 等你办好可以适用的时候 你可能只有四个月的 这个优惠的时间了 所以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是一个月省两千块 四个月了不起就省八千块 对不对 可是你有个转带成本 对 转带成本的部分 有的会不会有违约金 违约金的部分的话 现在大部分的银行其实都有 就是可能有分一年到三年的 提前还款的部分会有违约金 如果你已经超过三年 基本上你根本就不用先看这个 你光那个规计费 你就不划算了 为什么呢 你一千万的贷款的案件 金融机构贷款的一千万 在地政事务所要设定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呢 就要缴一万两千块的设定规费 给地政事务所 是喔 而且这还不包括你的贷书费喔 对 那你旧的贷款还掉 还要涂销还有涂销费喔 对 这个都没有算喔 就已经不划算了 就已经不划算了 所以这个事情 完全不用想 对 想都不要想 反正你就是去给你原来的银行卢就对了 对 没有错 跟自己银行卢 远比你再去换一家银行来的划算 好最后时间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谈一谈 蔡总在疫情之下 在这样的利率选选之下 你认为现在是买房子的时机吗 我觉得喔 那个要成家的年轻人啊 或成家一段时间 还在租房子的 可以去看 但是你就不要看 是现在买比租划算了 对对对 因为老实讲 房贷利率真的是够近 但是刚性需求 我觉得喔 年轻人刚成家的话呢 假如说你的交通 你可以谈心一点 多花一点时间的话呢 往一些比如说新北啊 澳元啊 像你看这个郑青天 就新物华老板 去他们公司业绩还是很好耶 他说皇是租不如买啊 他举一个例子喔 他们现在新物华都在双北啊 买土地越来越少 他往台中高雄 青埔耶 他们今年推一个800多户 在青埔总校100亿啊 三字头 那我觉得青埔的这个状况 我最近看了 有点吓一跳了 就是跟我们以前的印象说 都是野狗 那个真的不太一样 现在有点好了 但是交通的确是一个 还要大的问题啊 假如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的家庭能把 忍受这种交通稍微多一点时间的话 这个地方假如三字头的话 我想你买个三字品的话 总价都是可以压在800或者1000万里内 然后再搭配你的贷款 我觉得会相对的轻松 现行实价登录 门牌椅30二维区间 有间成交32万 是哪一间 不用猜 就是这间 永庆10价登录3.0 门牌完整揭露 看得到门牌才是真10价登录 房价真透明 永庆10价登录3.0 超饭手的秘密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